天氣小丁鈴 各位觀看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天氣小丁鈴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小丁鈴 第一點根本就是禮拜六的時候 是屬於一個封面前的環境 午後山區有局部短暫的雷震雨 白天來說天氣是比較悶熱的 但早晚也是比較舒適而且偏涼的 周日開始封面會通過 氣溫會下降 各地也會轉為有震雨的天氣型態 其中在中南部山區的話 雲量部分會比較明顯一點 接下來看一下微旋律圖上面的說明 同時可以看到目前的話 台灣上空其實是有雲的 這邊雲就是從這個西邊飄過來的雲層 目前來說封面還在比較北邊 這邊還沒有下來 但是在禮拜六的時候受到封面前沿的 偏西南風影響 其實我們各地來說的話雲量不然都會偏多 那麼山區午後會短暫的雷震雨 接下來看一下未來的模擬圖 未來來說的話禮拜六的晚上的時候 封面會慢慢的南下 那麼配合上這個西邊的水氣 雨不斷的過來 在禮拜天母親節的時候 其實全台灣來說 都是地地大大容易下雨的天氣狀況 雨的部分來說的話也許不是說很大的 但是整天來講天氣都不太穩定的 好接下來看一下流場圖的變化 從流場圖可以看到 從西邊不斷的有水氣過來 那麼對我們的山區這邊來說 降雨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降雨的反應 所以建議大家提醒大家 六日的時候前往這個山區活動的話 要留意自己的安全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雨區的預報 禮拜六的時候呢 在這個中部以北的山區 還有在這個東半部地區 比較容易下雨 那麼禮拜天呢 一樣是在整個中央山脈 還有在這個台中以北的平地 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下週一來說的話呢 降雨比較容易多的地方 容易是在這個台東 還有在這個高雄以南高平一帶 那麼到禮拜二下週二之後來說的話呢 變成是在這個中南部跟東部的山區 在午後的時候比較容易下雨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氣溫的變化 那麼呢 在北部來說的話 在六日兩天的高溫比較低 有24到25度 地位大概在21度左右 那下週一之後來說的話 會逐漸的回升上去 那麼在中部地區來說的話呢 這個在禮拜天的時候呢 起碼都比較涼一點 高溫剩下25度 地位23度 一樣到下週一之後來說 高溫就會慢慢再回升上去的 那麼呢 在這個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這個影響就不是說非常的大了 那麼禮拜一之前高溫呢 28到29度 下週二呢 會回升到30到31度的 那麼呢 在東半部地區來說的話呢 這個氣溫會有一點幅度的變化 在星期天的時候呢 高溫呢25度左右 低溫21度 比較涼一點 到了下週一到下週四 氣溫大概緩慢回升到26度左右 好接下來看一下天氣預報 那麼今天晚上來講的話 這個北部地區是屬於多雲的天氣為主 低溫22度 高溫24度左右 中部地區呢 多雲天氣呢 低溫21到22度 高溫大概在26到27度 南部地區呢 也是屬於多雲的天氣 低溫24到25度 高溫大概在27到28度 那麼北部地區呢 是有短暫陣雨的 低溫22度 高溫24到25度 東半部地區來講的話呢 是屬於多雲的天氣為主 低溫大概在22到23度 高溫25度左右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禮拜六的天氣預報 禮拜六白天來說的話呢 北部地區還是多雲的天氣 低溫22到23度 高溫那25到26度左右 中部地區呢 多雲天氣 低溫21到22度 高溫那27到28度 南部地區呢 多雲天氣為主 低溫24到25度 高溫那28到30度 東北部地區呢 多雲 有短暫雷陣雨 低溫22度 高溫那23到25度 花洞地區呢 有陣雨 低溫23到23度左右 那麼高溫呢 則是在26到27度的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氣預報 好 p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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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潘沱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感谢观看